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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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系列我自己個人都把它統稱為 戰鬥知識版的 GROS系列 那沒錯最新的就是畫面上的這一隻 超級賽亞人 悟空 然後手舉 高高的樣子然後是單手 整個盒子 以一個黑色的圍基底 代理板 上下半身固定腳的小底座 看到實體一樣有傳承這一系列 的幾個優點就是 大隻分量非常十足 而且沉澱澱的感覺 最主要的就是 這一種實心的感覺 加上沉澱澱的樣子 拿起來就會覺得非常的爽 先來看它的臉部頭雕 超級賽亞人 依了這個頭雕 咬牙切齒的 臉部表情 這隻超賽悟空 以臉部的特徵來講的話 塗裝做工 有在水準之上 那臉部的兩側 有上陰影 這一邊來看的話你會看的最為明顯 就是這一條 非常非常的明顯 眼睛的塗裝 眉毛、牙齒 或是 臉上的一些小細紋做的都不差 頭上的超賽金色的 這個塗裝有漸層的感覺 漸層最 容易看得出來的集中在 前半部中間這邊 看得算是非常的明顯 看得算是非常的明顯 那髮束感 蠻粗的 裡面有一些髮絲紋 髮絲紋也是算給你比較粗的 不會那種密密麻麻 的樣貌 那後面的話 就是 跟這一系列一樣 後面的話 塗裝幾乎就是 等於是算是略過 所以 你可以看到它的 頭髮的這個塗裝後面 跟前面的感覺 其實是有落差的 那這已經見怪不怪了 那前半部的肌肉線條 做的算是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 很仔細的 看得出來 整個肌肉的線條的感覺 非常的強烈 然後 它只要是肌肉線條的 這裡 下的陰影都是算比較重的 側邊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肌肉是呈現一個 爆出來爆開的樣子 它連手的 這邊 前半部也有下了一些這種漸層 然後護手腕 跟上半身 的衣服呈現一個就是 戰損版 破裂的這種感覺 還滿好看的 那前半部的這裡 來講的話 因為打光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油亮感 會比較重 那實體的話 不會那麼的明顯 胸肌跟脖子的這個部分 的立體感 也呈現的 算是非常的棒 倒是另外一隻 高舉的這隻單手的側邊 它把一些這種 漸層啊 陰影整個就是省略化 所以這邊就是 呈現一種比較單調 比較白色的感覺 倒是滿妙的是 它這一個手掌這邊 就完完全全有跟你上陰影 有漸層 非常非常的奇妙 反而是側邊 就白白的 那來到了 褲子 下半身的這邊 皺褶線條感 算是 非常的濃烈以外 整個 漸層的感覺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來 這種 暗跟亮 有這種交錯 放在這隻的下半身上面 上面 算是 非常的好看 那側邊的部分 也是有上漸層 所以你可以 清楚的看到 比較亮 然後這邊比較暗 然後也是一個 暫存的 樣貌 那另外一個側邊 就是深淺交錯 但是看到了後面 咦這一次後面 竟然褲子的地方 有給你一些漸層 的這一種塗裝 已經算還蠻佛心的 那後面的話 就是 剛才我講過 一如以往 整個上半身 後面的塗裝 就是省略 整個是呈現一種 單色系 然後如果是肌肉的話 就呈現一種比較白 的樣貌 鞋子的部分 就算單一色系 深色的 做工塗裝 也不差 兩隻都是 那後面 側邊的話 跟前面 幾乎是沒有什麼 色差上面的對比 所以就呈現一個單一色系 有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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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 有幾乎 有幾乎 的 有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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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這一支如果沒有靠 那個固定的腳架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做一個比較戰力的動作 它整個重心比較偏後面 這支有一個非常好處是它上下半身接合之後 超級無敵緊的 那附贈了這個固定腳的這種小支架 這一次也不用說完整的卡進去 你幾乎只要把它服貼 在這隻腳上面 這樣子 完完全全 等於就是站得非常牢靠 而且它也不用整個卡進去 它就整個 放進去這樣子 就可以了 量到手的最高高度約在29公分 這樣子 整體評價六顆星 這隻超賽一單手施展氣圓斬的這個型態 老實說比上一代的黑髮界王拳悟空 經驗感少了這麼一些 但是如果你整體的塗裝做工 造型還原程度來講 都有在水準之上 而且把超賽一的悟空的這一種 臉部的特徵造型還有肌肉線條方面 其實算是做得相當相當的好 蠻好看的一隻 只是上一旦可能真的是太突出了 因為上一旦真的是非常之好看 那超一悟空這個經典的氣圓斬的動作 如果你是悟空迷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一定要入手 畢竟這一系列出到現在其實沒有太多的雷 而且它的固定角的這個底座也不會非常難裝 等於是非常簡單的就可以安裝上去 整個厚實感加上大支 分量非常十足 擺在一起你就會覺得也是算非常好看 那正面的塗裝真的相當的有水準 那後面的話 這次的褲子之前有提到也有給你上了一些漸層 只是上半身後面的塗裝就 稍顯的單薄了一些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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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